今早去到茶餐廳 有客人說香港樓市跌得狠急 傳媒報導 有業主在三年前用698萬買樓 今日要650萬才賣得出 貶值6.9% 老闆說 過去三年有二年半疫情 樓價跌6.9%算跌得少 不講大家未必知道 英國樓價在今年5月 6月分別跌了3.4% 3.5% 合共6.9% 兩個月抵銷香港三年 這才算是跌得急 而且在樓市在復償期間跌得那麼急 真的是大事不妙 不過就很少人留意